你好欢迎收看2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邮局2月1号起到2月7号提供换新钞的服务 国安邮局新城寿丰、凤陵、光复、瑞穗、复礼邮局等 都可以来兑换新钞 而在2月1号这一天 国安邮局也特别邀请到已经退休的戴文宏 再来到邮局大厅为民众书写春联 也吸引到不少民众排队临去 农历新年许多人喜欢换新钞来求的好兆头 花莲邮局2月1号起到2月7号也提供换钞服务 不少人一大早就请来排队换钞 花莲邮局在过年前有提供了几样比较特殊的服务 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提供一个换钞的服务 希望我们乡亲都能够到我们邮局来换新钞 那这个新钞就比较新的一个喜气 而已经退休的邮局同仁戴文宏 今年再受邀回到花莲邮局 为民众来书写春联 不少戴文宏的粉丝也特别前来排队 要索取吉祥春联 每年寻广力都会在我们花莲邮邮局这里 我们有一个写春联一个活动赠送给我们来我们邮局的一个客户 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那春节是我们华人社会里面非常重要一个节日 见红就喜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也是请我们花莲邮局以前的书法大师 我们的戴老师来帮我们写书法 那他在去年已经退休了 不过他还是很热情的来帮大家写书法 他的书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花莲邮局表示 从2月1号起到2月7号营业时间 民众可以前往国安邮局 新城邮局 寿风邮局 凤林邮局 光复邮局 瑞税邮局 复里邮局等来兑换新超 新超数量有限换为为止 有需要的民众要赶快前往各个邮局来兑换 借鲁会幻市报道